欢迎收看连环套 彬彬是歌星出身嘛 哎呦终于你关心起我来 像我要当歌星 我就心花怒放花之招的 我出的歌可多了 我现在是在请教 当一个歌星必须具备什么条件 这个我就要告诉你 当歌星最好 最最好第一个条件 就要具备有很好的赏音 要有好的唱片公司 最好的宣传 还有好歌 好的作曲 好的作词 谈到这个作词作曲 可以说是造就一个歌星的大工程 那当然了哦 但是如果说一个作词作曲家 本身也转 从幕后转到幕前成为一个歌星 然后又本身长得英俊潇洒 然后也很会唱歌 然后会成为年轻朋友们的偶像 那就不简单了 哎呦我知道你在讲诗 我跟他讲语音 我就会想变蜂菜啊 为什么并非变蜂菜呢 因为他是我们两个上赠亿的 他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 对 我们先听他自己怎么说 周志平啊 周志平这个人我熟啊 我非常熟 他歌写得还不错 唱得也还不错 不过我觉得他这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儿子 他的儿子我见过 很漂亮 眼睛很大 不过有点缺点 好像贼贼的 那个眼睛看起来蛮狡猾的 不过他很疼他的儿子 他也很顾他的家庭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蛮欣赏的 这个一般的在影艺圈的人 不过大部分都这样 他这个人不错 很好 就是爱迟到 不过他迟到也不是没有原因了 因为他记性不好 他老是出门忘记带东西 然后一出门回家两三趟三四趟 出门又不认得路 路忙 当然会迟到 我不怪他 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 小夏 我也不愿意当大姐 你还是以国家大学为重 你回去吧 我不回去 回去吧 不回去 不去 好吧 那你留下 我们来欢迎这位周志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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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比例 来比例要站中间 好久没来我们节目了 好长的时间都没有看到你 最近又要出专辑了 对 一直在准备新专辑 三月要发 三月发了 真是好消息 谢谢 在忙些什么 这之前 就一直在家里抱小孩 抱小孩 结婚了 对 小孩几个了 小孩一个 刚刚一岁 刚刚一岁 我当爸爸心情如何 很高兴啊 每天在家里逗小孩玩 那我跟你就不一样 我当爸爸心情有另外一种 我每天看着自己的复制品 自己的模型 我管哪就是生意做这么壞的 我很多朋友叫我儿子叫COPY 真的 这么像 很可爱 不过我对周志平 我觉得蛮好奇的一点 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年轻的时候 在幕前 又蹦又跳又唱的 然后等他这个人老猪黄了之后啊 甚至结婚生子啦 怕人不爱看 才躲到幕后去写词作曲的 那你是基本上年轻的时候 躲在后来 然后你结婚生子了之后 人还没有老猪还没有黄 但是你毕竟结婚生子的 才出来这个幕前 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 因为写了一些歌 别的歌心不愿意唱就我自己来唱 比如说哪一首 很多啊 比如说像青梅竹马啦 好久没听到这首歌啦 旋律好优美 那干脆现在人都已经来现场了 唱一段给我们听听 好吧 那老师谢谢 诶 张老师 那些做过的梦 唱过的歌 爱过的人 那些我很天真的以为 永远不会结束的事 做过的梦 唱过的歌 爱过的人 留在浪漫岁月 不能再寻 歌喉 歌喉还真不是盖的 不过这有很多的作曲家 是因为自己歌喉不好 所以有的歌 他不得已只好给别人唱 比方说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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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老一辈有很多是这样的 那像自己有那么好的嗓子 那为什么像以前有很多好歌 什么梦不到你啦 还有很多好歌 为什么都要送给别人唱 因为是别人跟我邀稿的 那有人跟我邀稿 那是我的荣幸 那一定要写 尤其是大牌的 以前收了之后也不写也不行 那既然这个人家有吩咐 我们就要写好一点 对不对 那是不是就是针对那些歌星的特点 对 我通常都是针对歌星的特点来写 对啊 像你的话他就被吓成阿哥啊 不是 像正经营就不一样 正经营就住我楼下 他也写歌嘛 他平常是 在家没事就一直写一直写 灵感来的就写 灵感就写 也不是说特定针对某人或怎么样 有好歌他就写出来 经常个性到他家去要搞 他就唱给人家听这首歌 啊来 不好意思 来一条五万 对 现在又起床了 不好意思 钱也会说 那你是先收钱还是 没有 没有 这艺术不能用钱来评断的啊 这是开个叫的 但是有些些人说不要钱也不贏 也是要收 那也是不行的 那当然不可以 开支票又不贏了 刚刚提到这个梦不到你 这是一首好听的歌 KTV点唱率都不得高 嗯 这是一开始黄茵茵唱的 对 我后来有自己在唱 好 我们先听听周志平来唱这首歌 跟黄茵茵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差 那 不是道理 差别在哪里 应该有一个闪声 把真心话都讲出来 你的共赛 来 梦不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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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到你 梦到你 不愿意 梦到你 梦到你 就让我 轻轻的忘记 但这个是原作者 味道不在改 你也说唱得更好 不 黄茵也是不错 男生女生这个唱法不一样 在这里又不能讲真心话 不是 你也替这个很多演员写歌 像這個劉德華的歌 替這個偶像給偶像寫歌 那個歌叫什麼 我和我追逐的夢 是你的作品嗎 是我寫的 當初為什麼會替他寫這個歌 因為劉德華很紅啊 幫他寫歌可以賺不少錢 可以多拿一些錢 而且我覺得這個歌名本身 也就是蠻有趣的 我和我追逐的夢 因為劉德華的成就 可以說一般 不要是時下的青年朋友 我們這個演藝圈 有很多人希望說 成為他的成就 所以那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夢 我和我追逐的夢 當然他唱的 跟這個原作劇者唱的 有比看誰比較差 這個不用比的 沒有 誰比較好 我會這樣說得對 好 可以嗎 可以 來 我和我追逐的夢 誰比較好 永遠的夢 永遠也不能重逢 我和我追逐的夢 你在錯過 只留下我獨自寂寞 卻不敢回頭 我聽了這首歌曲之後 我覺得劉德華要好好的謝謝周志平 因為自從唱了這首歌曲之後 你看他現在是全香港十大收入排行榜的榜首 表示他現在不用拍電影 前翻後滾的那麼辛苦 輕輕鬆唱歌就可以賺錢了 所以現在你要出新專輯 新專輯了 大家是有個聽到你好聽的歌 謝謝 也希望呢 有空也幫我們寫寫歌 謝謝歌 不要把我小錢窩窩窩窩了 我現在都市都會的女孩子 比較適合我的 我現在妻子不錯啦 對 也希望你跟你兒子 兒子越長越大 好 謝謝 好 謝謝周志平 謝謝 朱德正皇帝在江南遇到李鳳姐一見青巾 追到小酒館之後 李鳳姐大為感動 這段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傳奇故事 要如何發展下去呢 看官們且聽我細說從頭 我就是李鳳姐 前些日子 在江阿兵 去渡了一個氣壓扎 就是我啦 我的一見青巾 所以她就糾纏不清 我纏 你幹什麼啦 對不起啊 我錯了請你原諒我啊 娘子 你妹弟覺得很奇怪 她明明是個書呆 我為什麼會喜歡她呢 這個古人有說 獵女怕纏狼嘛 我妹弟就覺得更奇怪 她那麼凶 我為什麼會喜歡她呢 因為我是皇帝啊 通常都是女人在奉承我 遇到比我凶的女人啊 我知道飛鵝撲火了 我不 你啊 別常在做你的皇帝夢 我告訴你啊 你不是皇帝 你只是一個酒吧 我是真的皇帝啊 你小聲一點啦 你小聲你叫做造反耶 不過給鄰居聽到的話 這是豬裂九族 你不要害了我們全家 我告訴你 你這個我是怕你發生意外 真的 我是怕你發生意外 你醒醒啦 醒醒啦 醒醒啦 你真的不相信我是當今的皇帝 不相信 真的不相信 不相信 人家是當今的皇帝嗎 人家真的是皇帝啊 你耍賴子 這個男人啊 有時候就像小孩子一樣 好啊 好啊 喂 你是皇帝 萬歲萬歲萬萬歲 好 那我幫你當貴婚 婆婆當皇后好了 好啊 只要你要好好的睡覺 說什麼都好啊 就叫我不要 去睡覺 我不要 去睡覺 我不要 睡覺 我不要 睡覺 這個對男人啊 有時候要跟對狗一樣 這樣他才會洗你如骨頭 說到這個人也是真奇怪 那麼大的一個人呢 睡覺連衣服都不會脫 把他自己當皇帝一樣 還要我伺候他 正式的 來 這是什麼 這是皇帝的玉璽 玉璽 玉璽 玉璽哪有那麼小的 用放大鏡看就很大了 莫非 莫非 我是真正的皇帝 皇帝 你怎麼了 你中風了 我 這叫做幽靜幽西 這下子 我不是飛上這頭當鳳凰了嗎 娘子 我 我現在想到了 你是皇帝 我只是個名女 我們兩個 不相對 愛情只分性別是不分貴賤啊 但是 你是皇帝 我只是個名女 我們兩個人的愛情 注定是個悲劇 什麼話 什麼話 皇帝也是男人啊 我不管啊 從今以後我就是你的男人 你就是我的女人 我那只愛美人 不愛江山 真的嗎 嗯 但是我錯了 請你原諒我 皇上 不是你這樣 又不是我超怪怪的 你還是站起來 你罵我 你叫我耳朵 我比較習慣 真的啊 就是親家長皇上 小鳳 欸 你怎麼叫我小鳳 你說要封我為貴 不是 皇后 沒有 皇上不相信現在絕對都記得了 好嗎 皇后 你們就請吧 阿伯快點 皇上 皇上 起床啊 起床啊 你跑到這裡幹什麼 請便皇上 有飛鴿傳說到 請皇上 皇上 你發生什麼事情啊 公眾有鑰匙 要我即刻反擊 小鳳 小鳳 你沒有中風啊 天啊 為什麼所有的男人 在一夜風流之後 都會發生變故 小鳳 我是一國之君 公眾事 我必須要回去 可是你說不愛美人 不愛江山的 對 那我不回去了 欸 皇上 你搞清楚 如果有了江山 你可以有很多美人 如果只有美人 你不一定會有江山 嘿嘿 也對 拜 不對 那我不回去了 我管他發生什麼事情 我只愛李鳳姐嘛 我才不管人家 是不是會說我是昏君 說我是不是沉溺美聖 我不回去 不...不回去了 唉呀呀呀呀 爸了 皇上 我也不願意當大警 你還是以國家大事為重 你回去吧 我不回去 回去吧 不回去 不回去 不去 好吧 那你躲下 你躲下 你躲下 嗯 小鳳 皇上 皇上 還是快走吧 皇上 不是你 各位 這皇上愛上明家女之後 也不曉得誰規定了 一夜風流之後 一定會有要事啊 要趕回京城 那他們兩個的愛情故事 到底會如何發展呢 別忘了明天請進去收看C4 Part4 我這裡有一個疑問 要請問大家 如果現在有江山 他美人要我選擇 你猜我會選擇哪一樣 告訴你 我要美人 可是他的叫做一定要有江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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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好 我就長得不赖個性不壞 做工害怕說話實在的吵架 非常歡迎各位準時收看 我們這個現代人是什麼玩意 現代人到底是什麼 蛙鉤的幾個單元 今天我們要談的主題是什麼呢 對了 就是现在您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镜子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相信各位都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据说曹一太师除了崔台庆以外 在国内唯一一个喜欢一面照镜子 又一面主持节目的人 好嘛 我承认 我承认我是一个有自恋狂的现代人 这样可以了吧 您喜不喜欢照镜子呢 如果是的话 恭喜你 您是标准的现代人了 当然镜子跟古代人之间 其实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你有没有听过古代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 福以同为敬可以正义观 以古为敬可以知心替 以人为敬可以明善恶便得失 这就是士族的说明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古代其实镜子就是蛮重要的 那么对于现代人来讲 其实镜子的功能也是非常多的 比方讲 你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利用一面镜子 然后你就可以梳头 可以刷牙 可以洗脸 甚至还可以挤青春痘 当然现代人也经由镜子 他们可以从自信变成自爱 从自爱变成自恋 最后他们还可以因此而找到了自信的生活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去开着自排的汽车 甚至连打牌的时候都可以有把握可以自摸 您觉得那样的自信生活过瘾吗 当然你可能不同意的话 也可能您认为您根本就是一个不喜欢照镜子的人 没有关系 先不要急着拒绝 也不要拒绝否认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测验 我给你几道问题 你就可以依此来判断 你自己是不是有如你想象中的不爱照镜子 也说不定 其实你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照镜子的现代人 我们的题目总共只有五个 请您听 第一个就是当您上完厕所洗手的时候 您会不会习惯只看着镜子当中的脸 而不看着那双正在洗的手呢 第二个题目就是当你走过大厦的时候 你看到玻璃的帷幕墙 或者任何的反光体的时候 你会不会忍不住想要侧着脸 去看看自己侧面修长的身影呢 第三个题目就是当你穿好衣服 你准备要走出门的时候 你明明已经照过镜子 你会不会忍不住又回头再看一眼 看看镜中自己的倩影呢 第四个就是在浴室当中 如果当中这个浴室里面哭无一人 而只有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习惯 你会对着镜子偷偷地哭 偷偷地笑 不停地做鬼脸 或者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长余伟纹 当然也有第五个条件 第五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就是 我们都记得我们最讨厌布袋戏当中 有一个人物叫总价子 您是不是也讨厌他呢 如果讨厌总价子 您是为什么呢 你是不是也很怨恨他 因为他不小心把镜子给藏起来了 好吧 这一题不算 我们只问前四题 让我们来统计一下 也分析一下 如果刚刚在前四题当中 你四题当中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恭喜你 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喜欢照镜子的人 如果只有两题的答案是肯定 而有两题是否定的话 你疑似是一个非常喜欢照镜子的人 如果当中四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那么也要恭喜你 你是一个非常不爱照镜子的 或者是 你是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爱照镜子的人 很多人在做类似的心理测验 问答的时候 通常就会不太诚实 如果你也不太诚实 你更是一个标准的现代人了 不过讲起来呢 镜子也不一定是用来照人 有时候它是用来照东西的 比方讲车上的后照镜 是用来照车的 比方讲牙医师手上那面小镜子 是用来照蛀牙的小洞洞的 比方讲八卦镜 是用来照妖怪的 那么如果你觉得很下流的 不 我不能说下流 你觉得很充满了颜色的那些宾馆当中 在房间里面天花板上 有一面镜子 那是用来 做效果 有没有享受过那样不同的效果 其实镜子有时候 也的确可以创造一些 相当迷人的手 好啦 如果你对镜子 还有其他的看法 我想你也不妨参考一下 一黑二黄三花四白 他们四个人 又是对镜子怎么说的呢 一黑二黄三花四白 我跟你说 挂镜子千万要小心啊 挂不好会有问题的 你这镜子千万不能对着床 还有新闻之夜 你一定要把镜子盖起来 盖四个月 盖四个月你听到没有 一定要盖四个月 还有 当镜子破掉的时候 你千万要小心哦 会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哦 什么 你说我迷信 你说我迷信啊 我就是迷信什么呀 有本事你不信啊 我记我记快点快点告诉我 世界上最帅的男人是谁呢 会变双眼皮的小薛 就是我 每次我要出门前 一定照镜子 告诉他 我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 最酷的男人 没有错 就是我 薛志正 哈 太帅了 这是增强信心的最好方法 照镜子 照镜子 一定告诉他 我是世界上最帅最酷的男人 又听到镜子破脸声 每次我照镜子 都会听到镜子破脸声音 可是没有关系 我还是告诉我自己 我是最帅最酷的男人 天 暗号 暗号 这是一半 镜子啊 镜子我们家很多啊 不过我随身都携带这个小镜子 怎么说呢 因为我正值青春期啊 所以脸上很多青春痘 要照镜子挤青春痘啊 还有啊 我还可以打暗号 借着这个镜子啊 反射个太阳光 打到这个对面的教室上去 打暗号 不过我觉得这两个都不好玩 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 我常常在这个楼梯旁边啊 然后把这个小镜子啊 放在这个皮鞋上面 然后就跟小女生走过去 我就可以看到啦 天 暗号 天啊 自在 摩镜摩镜摩镜 快点告诉我 谁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 哦 大家好 我就是白雪公主的后母 我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很多人都说我有点变态 可是你要搞清楚 如果说在现代也有一面像这样子的魔镜的话 我相信所有的女人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的 摩镜摩镜摩镜 快点快点告诉我 谁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 是白雪公主 哦 你确定 你不要再考虑一下这个答案 您知道一件事吗 独带人真蛮可怜的 在镜子还没发明以前 他们如果想知道自己长成什么样子的话 他们就得去找一块铜片 不过我相信 照铜镜的人 好像没有一个人是漂亮的 每一个人长相 都变得像我这个样子 真的蛮残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在当时如果真的找不到铜镜 或许他们还可以有其他的一些选择 比方说他们可以找一滩水 在水中去照应自己的倒影 当然 如果有人长得很丑 可能也被别人骂一句话 这句话可能更难听 那叫做 你怎么不撒泡尿 自己照着呢 现在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小小的测验 比方讲在生活当中呢 你不妨拿一面镜子 给自己做一个准备 如果你能够持续地在镜中看自己 而这个时间呢 只能够三秒钟的话 很抱歉 你可能心里面需要一些治疗跟建设 如果你能够持续达三分钟 恭喜你 你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 如果你能够凝视镜中的自己 长达三个小时 我想最适合你的工作 可能是进入演员训练班 或者直接去找精神医生报道 我相信你八成是疯了 当然我们只是开一个小小的玩笑 在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刚刚我们在前面 一黑二黄三花四白的说法当中呢 有一种叫做戴镜子到学校去 其实以前在我当学生的时候 我一向不戴镜子 因为戴镜子老师会直接抓 如果被老师抓到有戴镜子就挤过 我当时都是戴钢背 钢制的背 不是我钢 完全会反光 而且我会把它擦的血量 然后把背盖反过来 也有一点变形的效果 偷偷地把它放在桌角 每个人走过去的时候 谢谢